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多有公司也有个人他过来做咨询 就是想了解我的公司符不符合给员工抽H1B 那也有员工跑过来说我现在在这家公司 我想知道我的公司可不可以帮我去抽H1B 那最常见的一个误区的话 那很多雇主会跑过来问我说 我的公司很小 我的公司只有两到三个员工 那我想知道那是不是这种 就没有办法去给员工申请H1B 或者是说有的公司他刚刚作册 他刚刚作册完 他就想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给我自己 或者是我给我的员工去抽H1B呢 那其实这个答案呢就是 yes yes to both questions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公司很小 只有两三个人 或者说你哪怕只有一个人 你只要是在美国合法成立的这个公司 你就可以去帮你的外国员工去申请H1B 那同样如果说你的公司是刚刚做出好的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只要是在这个抽签的之前 你有员工 你就可以帮你的外国员工去抽签 好非常感谢秦律师的介绍 那秦律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呀 那还有哪些误区你觉得特别值得大家注意呢 比如说我听到有朋友问啊 说是不是说只有在美国获得的本科 或者是研究生学历 才可以申请H1B呢 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的话呢是不正确的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呢 因为确实这个问题在美国是很常见 很多外国员工在美国的话 他想在美国找工作 那他就不是很确定自己 到底符不符合这个H1B的抽签 因为H1B它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那很多人在很多人的眼里 他都知道这是一个高学历的一个领域 那在美国就是抽H1B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你至少要有本科的学历 那一般在美国抽H1B 都是很多人在美国读了书之后 到OPT期间 然后呢他就进入抽这个H1B了 那但是其实有很多其他国家 不管你是亚洲非洲欧洲国家的人 如果说你在你的母国你有本科或硕士 以上的学位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H1B的抽签 但是你在海外的这些顽评 必须要通过专门的认证机构去认证 例如比方说你在杭州大学 有一个本科学历 那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 他有一些就是这个degree认证的机构 如果他认证为你这个 比方说在杭州大学读的本科 是符合美国本科的这个学位的 那么你也一样可以加入这个H1B的 specialty occupation的这个抽签 好 谢谢秦律师的解释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你 有朋友就问说 如果拿到了H1B签证 就可以为任何的雇主工作 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你 对 你H1B抽中了之后呢 就是说 而且要批准了之后 批准了之后 你如果要想给其他的雇主去打工的话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跳槽之前 记住 跳槽之前 一定要先去把你的这个H1B 给transfer成功 你才能跳槽到新的雇主那里去 如果说你的H1B transfer没有成功 你就没有办法跳到新的雇主那里去 那有很多小朋友的话 他 比如说在这家公司 帮他把H1B抽中了 然后他就马上到另外一家公司了 他也没有去做transfer 他以为他就可以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H1B已经批准了 他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公司 也就是就职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很威胁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一定要找移民律师去了解一下 怎么样去成功的把自己的这个H1B 给transfer到新的雇主那里去 好 谢谢秦律师的解释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 为了增加这个H1B的中签率 他们就去办加级 很多人都认为加级办理是可以增加中签率的 和批准的几率 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这个是一个误区 很多人他会做叫premium processing premium processing的话 他对就是说加级 但是这个只是说移民局保证在14个business day 就是14个工作日内去审核你的这个application 但是呢他并不代表就是说移民局会 尽快的去 他去会批准你的这个H1B的applicat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的 好 谢谢秦律师的解释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H1B签证申请的 常见误区之外 在申请H1B签证的时候呢 您觉得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广大的朋友的呢 很多人就是说就算你H1B抽签抽中了 因为每一年的抽签像去年就是3月1号到3月18号 那今天是2月份呢 马上就要进到我们的抽签季节了 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是找移民律师帮你去办理 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去overcome之后的RFE 假如说你很幸运你的H1B抽中了 但是抽中之后再做这个H1B application package的时候 如果说因为你的job description没有做得很好 那移民局肯定会给你一个RFE 要你去解释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那有的人就卡在这里 可能说他抽中了 但是最后他没有被移民局approval 原因就是他的这个没有符合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所以我建议在做这个package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非常专业的律师帮你去操作 那很多人最后假如说他因为他没有找到很有经验的律师 或他自己去做了这个 那最后的话就很可惜他被抽中了 但是到最后一步 这个因为就卡在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就做最后解释的时候 没有解释的很好 导致移民局把它给取了 因为你知道抽这个H1B 是很就是你能抽中 真的就像中彩票一样的 是好不容易抽中的 所以呢千万不要丢掉了这个机会 一旦你抽中了 一定一定要找专业的律师帮你去做你的这个package 好今天非常感谢秦苏珊律师为大家介绍 H1B签证申请的常见误区 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ank you Candice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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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